哈喽哈喽 现在我们是在三景图北京的AVITA体验中心 然后给大家带来11和12的一个探电的体验 首先对于AVITA这个品牌来说 最近有两件事还是比较让我感到惊喜的 第一件事就是AVITA12这个车 到现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之内 它的全国的订单已经突破1万多台 所以这一点还是让我有点出乎意料的 因为之前我们在体验过这台车之后 觉得它首先硬件配置是非常非常充分的 所以说都会有一个普遍的印象 觉得这台车会非常非常的贵 但其实30万的这个定价一出来之后 还是吸引到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1万多台的订单 除了说是对这个价格的认可以外 当然还对这个造型 这个AVITA这个品牌 他们所有的造型设计 包括说品牌的定位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这是第一个小小的惊喜 销量还是有很不错的保证 第二个就是 昨天呢长安和华为 不是刚刚做了一些小小的联合的动作吗 其实就是华为自己要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把他们自己的零物件 以及HI的模式单独去独立出来去运作 让长安来进行一个合资 那之前很多品牌说 那我要把自己的支架东西 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之后 那会不会把自己的灵魂都丢掉了 OK那现在华为就说了 我新公司成立之后呢 那你自己来入股嘛 那好处大家一起去享受 是不是 那余成东还能再去给你站台 所以说这个消息一出来 其实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AVITA这个身份的象征 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以前是一个干儿子 现在变成了更偏向于亲儿子的一个定位 所以之后不管是AVITA的体系的运作 还是说成本的这些控制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优势 所以之后呢 关于这个品牌层面呢 我们持续的去了解一下 那现在呢 在12这台车旁边 其实这台车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去观察到 比如说它的轮胎 前后的轮子 它的这个轮径都是一模一样的 按照以往我们对于这种后驱 或者说偏向于后驱桌的状态来去定义的话 一般后轮会更加的大一些 前轮更小一些 因为后轮需要提供更多的这种抓地力 但现在呢 前后轮一样 就能提供更加充分的抓地力 所以说在极限操控的时候 其实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它的这个电子的外户视镜 这个东西是我在之前试驾的时候 第一次去体验啊 确实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这种新奇的感受 比如说平时我还真的是 很不自然的就会往后面去看 但其实它已经用这个高清的摄像头 去解决了这件事情 那只用去看两个角落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 首先它是一个选装 12000你去选装就可以了 同时呢 这个东西真的不同的人需要 不同的去时间段去进行个试影 比如说我开了一天下来之后 稍微有点适应了 但是呢还是有点小小的建议 比如说它现在它只是一个线性的视效 但是并不能去改变它的这种视距 或者说这种焦段 这种焦距 所以说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能会不太适应 一般而大家我觉得还是可以选装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对于雨雪天气 或者说非常恶劣的天气的情况下 包括说光比非常大的这种隧道 或者说这种路面的情况下面 它还是能提供很好的好处的 这个就是它的电子外后视镜 另外这个车它是一个轿车 整个造型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最喜欢哪个地方 就是它的屁股 大屁股 男人都喜欢大屁股 都喜欢风臀 是不是 那这个造型呢 尤其是这个尾灯 我觉得很像是钢铁侠的那个面具啊 还是很有这种科技感的 同时呢 相比于11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屁股这儿已经是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了 那作为一个轿车 作为里边拥有流媒体霍视镜的这种视角的补充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那像11这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窗户 毕竟它的车身的高度足够嘛 所以说它是允许有这样的设计的 那这两种屁股 大家觉得11和12哪个最好看呢 说实话 网上很多网友和我说啊 他们都喜欢12的设计 但其实我自己更喜欢11 因为像这种本身设计的非常厚的车身呢 更适合放在SUV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的比例是非常好看的 11呢 里面最开始 它其实是有一个情感窝流的 这么一个设计的特征的 那我觉得 真的是设计的非常传神 一看到那个实际的东西 就能觉得啊 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设计的元素 那现在12上面呢 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待遇屏 更加具备这种科技感 所以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内饰 那我们去里面看一看吧 其实这个车电动门 也是一个很花成本的东西 做进来之后呢 这里边其实 设计层面就不和大家去过多讲解了 那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块屏幕呢 是华为去提供的一个鸿蒙的 4.0的这么一套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不管是它的语音交互 还是说识别的速度 还是说响应性等等的 已经是在这个操控界面当中的 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了 还是非常靠谱的 反正目前我们能够看到 真的是非常下本的一台车 不管是它用的材质 还是说它的这种结构的设计 当然呢 这台车最下本的地方是在哪呢 它是用了三颗的激光雷达 因为在华为的HI模式 也就是华为Insight这个模式下面的 全部都是三颗的激光雷达 如果是质选车的话 可以缩减成一颗 但我觉得三颗激光雷达的话 对于它整个这种制价的表现 是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尤其是在城区的这种NOA的表现 遇到一些行人 遇到各种普达的路况的时候 它的触比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而且就刚刚说了 30万的一个路门价格 配三颗激光雷达 所以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而且还能非常精准的抓住 阿贝塔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 所以12和11全都摆在这了 大家最喜欢哪一台呢